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了 我去了一看他父亲从诞中出来的 我们有一个神识身 人死之后 神识四天之内是不离开肉体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古代要求挺灵七天 我们现在是人一死明天就赶紧烧 太麻烦了 烧了了事 以前不是这样 以前是挺灵七天 为什么挺灵七天 有可能第七天他还活过来 还有这种事 但是实际上是在对死后的认知 那么古代认知死的人四天之内 他的心识 神识活动没有离开肉体 还是以肉体为载体 那就像你经常回家 每天晚上天黑了要回家 那么你世界上有一个家 每天你背着走 像蜗牛背着个壳一样 你们看蜗牛背着个壳 那是他的房子 他走哪儿要睡觉了 往壳里一尾就睡了 世界我们人每一个人也背着一个房子到处在走 就是你的躯壳 你这个自己的家是用来装自己躯壳 装自己房子的家 是你的家也在那儿 你太太的家也在那儿 你孩子的家也在那儿 是你们把自己这个小躯壳 这个家安在大家的家里面 那里面装了很多家 因为是你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躯壳 都是一个房子 所以你整天就在这个房子里 背着这个房子走 你有时候不小心跑出去了 为什么 你自己出神了 我们说愣神 一愣神人跑出去了 人跑出去自己撞天线杆子了 自己掉下水道了 对不对 那个房子掉在那儿了 人跑出去了 你要赶紧回来 这个躯壳才能被你再动 就像蜗牛一样 里面没有那个蜗牛 那个壳它不会走动的 不会运动的 所以我们经常性的 要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来 你的家不是你的房子 是装房子的地方 就像你家很多房间 你有一个房间是你的 那个房间是你父母住的 那是人家的家 对不对 你可以去他家里走走 但睡觉又回到自己的家 你真正的家就是这个躯壳 所以是人刚死以后 他不知道自己死了 他不认可他自己死了 所以是 那就像你活着 你经常要回到这个躯壳了 那么他死了 他不认可死了 他就每天还是要回来这个躯壳里面 就是这个道理 那你把他躯壳烧了 他就没地方去了 就叫孤魂野鬼 就叫孤魂野鬼到处飘了 没有去壳了 那么所以是古人挺灵七天 这源自于这个地方 就是那么他经过四天 死有中阴这个时间 他经过四天才认可 哇 我死了 实际上是第四天他知道的 他要经过三天 三个完整天知道 噢 我死了 为什么 他跟家人说话 家人不理他 他去办公室 办公同事不理他 所以这个叫心香血 我在德国的时候 跟我师父在那给那些德国人治病 然后有一个这个女护士 她就这个发着一种高烧 然后大白的 这个很惊恐 这个看西衣不好 看中衣也不好 连续几天了 后来这个到我师父这来 我师父一看他说 你因为他在老人院里做工 说你这个老人院 是不是有这么这么样一个老人 最近刚去世了 他说是是是 今天第三天 从他去世那天 我就开始犯这个病了 是欧洲人喜欢见面里 不是握手 是什么 抱抱 所以是那个老人又特别孤单 我儿无女 这个护士呢 对他挺好 他一见面就抱抱 见面里 他也不是那种抱抱 就是见面里 结果他死了以后 他不知道自己死 他还要去抱抱 这一抱抱 鬼气上身 就缠住了那个护士 人这个是什么 人体是个阳体 生命体是个阳性的 那那个鬼抱你 你想什么滋味 为什么这个有很多家人 家人过世了 全家人生病 就是他见了你 要亲亲抱抱 握个手 跟你什么顶个假妞 对吧 这一顶完了 鬼气上你身了 他不知道自己死了 不知道自己死了 他的魂是被勾走了 待会我们会细讲 魂是被勾走 他是神时身还在 神时身在 他就是 他以为自己活着呢 所以他跟亲人 他有个互动 说是很多人 这个老人一过世 生病了 生病了 不懂怎么回事 就这么回事 抱抱啊 你吃饭 他坐你旁边啊 那么还要跟你这个 沟通沟通啊 你这个工作顺心吗 今天回家了 你开心吗 结果是这一搞 一来二去的 你就生病了 为什么 鬼气上身了 阴气上身了 所以说为什么 这个过世 老人过世 家人要搞一个 结界的东西 就是让他进不了你的身 进不了你 进不了你的身 他就不能够 跟你互换这个气息 这个你身上就不沾鬼气 所以为什么 古人定下这些规矩 那么他是圣者 通过自己 证悟以后 通达阴阳两界以后 告知我们的世家 但是我们信吗 我们不信 信就好了 我们现在特别的顽固 就相信自己 自以为是 我们被教育坏了 人哪有鬼魂啊 男人哪有灵魂啊 就是这么个躯壳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还给自己 贴个标签 无神论者 你看我多么先进 我是无神论 我不搞迷信的人 实际上你迷信的厉害 迷信有两种 一种是盲目的相信 自己不懂其中道理 一种是坚决的不信 这也是迷信 叫迷而不信 你搞懂了吗 你搞懂了 你再说你不信 你是好样的 你都没搞懂 你稀里糊涂 你糊涂蛋 你迷迷糊糊 你不是迷信 你是什么东西 你是迷而不信 坚定的不相信 这个东西 也是迷信啊 你倒是把它搞得 研究透了 你再不信 我佩服你 对不对 大家知道 我们今天 都走在一个迷信的怪圈里 所以说 既然我们不要迷信 我也不能迷信 没有 我也不能迷信 有 那我怎么去抉择 很简单 逻辑思辨上告诉我们 你选择有 还是选择无 我们可以选择无 选择死后 没有灵魂 死后 人就是一堆肺料 这个欧洲 现在不是在研究吗 说这个人体啊 有很多营养 不要浪费啊 死了以后 把它粉碎粉碎 拿去做肥料 对这个植物 有很大的营养啊 他现在已经开始要做这个了 把你死后粉身碎骨 然后拿去跟屎尿一样 做肥料 这个已经在搞这个了 因为他正不相信 这个死后还有灵魂吧 那是啊 你没有灵魂 你这一堆废品 留着干什么 就跟塑料袋一样 就跟塑料瓶一样 要做肥料处理啊 那你埋在地下 不还占土地吗 你弄个骨灰味 还不是占土地吗 占地方吗 你干脆把它粉碎了 融在大地上做肥料算了 多么恐怖 因为不相信